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食品 为了色香味俱全 而添加了食品添加物 甚至是完全都是用食品添加物组成的 眼前的这杯柳橙汁 就是透过几种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现长这杯柳橙汁 柳橙汁完成了 那些我们误以为新鲜的柳橙汁 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化学物质之间现榨出来 没有任何一颗柳橙 我们在步作中更换一些材料 这又是一杯新鲜的番茄汁 而这块娇嫩欲滴的草莓蛋糕呢 另外用芋头香精以及色素 做了一块紫燕动人的芋头蛋糕 在制作过程中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有看到蛋 面粉 奶油等材料 那 草莓跟芋头在哪里呢 一杯香甜可口的柳橙汁 番茄汁可能就是用香精色素和调味剂调配出来的 一块粉嫩动人 香甜可口的草莓蛋糕 或是香醇浓郁又呈现漂亮淡紫色的芋头蛋糕 如此夺人眼目的外表 以及抢占味蕾的口味 难道会是完全天然的吗 试想一下 我们今天直接食用草莓或是芋头 都不会有如此美妙的香气 或是浓郁的味道 那重制之后的蛋糕 或是其他的食品 它的香气和味道 又怎么能胜过圆泰食物呢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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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